这个古德说 不是本心修法无益 我们的法门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去拜佛 你可以去念佛 你可以去持咒 但是从论文经的角度来说 重点不是你修什么法门 重点是能修的那一念心 到底你是依止真实的心 还是希望的心 是重点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 你的心永远是主导者 你看同样一句佛号 跑到不同的心中 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 能修经参透以后 你说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妙法 我都不相信 再好的法门 你没有真实的心去修 心是希望 所有都是希望 因为你根本就是希望 你是一个杀 你用很高的温度去考 一辈子还是个杀 因为你的本质是杀 问题是你的本质是杀 问题是你的本质是希望 不是说你温度有多高 不是说你一天拜多少佛 不是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六祖大师讲很清楚 只问民心见性 不问禅定卸托 禅定再高 他后面五十阴谋会讲到 外道 天谋外道禅定高的多的是 多的是 为什么他变成天谋外道呢 他是一直妄想心在修行 所有的家行都在加强他的希望的力量 他不修行还好 他越修行越严重 因为他本质是希望 所以我们在修行第一步就要走好 你到底要用什么心来修行 古人讲修行第一件事情 明心见性很重要 了解你心中的真望很重要 什么是真实的心 你应该要不断的去加强 什么心是希望的 你要慢慢的舍利 我觉得我们认识经 一个观念很重要 你刚开始你要先有判断力 你产生一个恋头 什么是你的主人 什么是贼 你要搞清楚 你什么是主人 什么是贼都搞不清楚 那你怎么办呢 哪些恋头是要消灭的 哪些我们的艳力是要增长的 你都不知道 就是这个标准的盲修下恋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样的心态 是我们要不断加强的 跟涅槃相应的 什么样的心态 是你要慢慢远离的 虽然我们刚开始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知道 至少我知道他是贼 至少你要知道 哪些心是妄想 你要先能够分别增望 你才有希望 所以整个修行过程当中 明心见性 了解增望 这个是最重要的 至于修行 那个慢慢来 先把心条端正 否则你越修行 后面会说 越修行 越变成天魔外道 越修行越变成阿修罗法界 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 先把这个妄想的心 先把它破除 当然破除妄想 你看到这个地方 佛陀都没有 要你怎么去对峙他 都没有 你不要去对峙他 你把它找到他的处所 你找到他的处所 他就完了 他自己就消失掉 你不要对峙 所以你看佛陀 他一直只问一个处所 只问一个问题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找找看 佛陀 他到目前为止 佛陀一直在提问题 说你的心在哪里 他只提出这个问题就好 这是非常告密的 他没有说 那你去对峙 他只问一个问题 说你这一念 出家的心在哪里 这个地方 佛陀大师说 说他这个七处破旺 其实就是在真心 在找那个心在哪里 就是说 你这一念心在哪里 你找找看 所以佛陀大师说 其实后世的禅宗 禅宗基本上不看景点 但是他一定要看任人经 你看禅宗的传承 几乎都是任人经的观念 从初祖开始 二祖慧可大师 参访初祖 说弟子心不安 起和尚开示甘露法门 向初祖求法 初祖什么法都不讲 问他说 你心不安 你把心找出来 结果恶主一回关还照 密之调不可得 反正你这样就安了 你不随他转就好了 他没有自体 你干嘛去安他 你只要不管他 他自然就消失掉了 你就一天到晚管他 越管越复杂 我们这一念妄想 最喜欢你跟他纠缠在一起 就没完没掉 讲实在话 妄想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你问他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怕死了 你只要去看这个妄想 从哪里来 这个妄想就消失掉 他自然消失掉 他经不起你这样看 你看 恶主问出主 将心来 密心了不可得 我们看 侍主去找 三主也是一样 我心中很多过爱 请你告诉我一个安心法门 三主说 谁绑住你了 找 没有密之调不可得 没有人绑住我 好 那就是安心法门 乃至于 你看我们禅宗到末流 念佛是谁 所以你不要念佛 向外攀岩 你想想看 那个能念的心事 从哪里来 一早 念佛是谁 密之调不可得 欧毅大师说 你不要看这七处 只是破旺 他怎么样 密显真心 立根人破旺的时候 他就能够显出真实本性 了解真实本性以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能够称性其修 随顺本性 你以后的修行 是从里面发出出来 称性其修 一提其用 你不是从表层上修行 这个表层意识 是受外界牵引的 你有时候心情很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其实多因偶正义 这你就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的心是被外界牵动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 佛一大师说 七处真心 主要的目的要我们逆流造性 就是我们这一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我们习惯是向外攀岩的一种生死流 我们习惯是怎么样 顺从妄想的方向去走 那就完了 没完没了 那么这个生死的梦就永远做不完 大家知道怎么办呢 逆流 就问你这念心从哪里来 逆生死流去观照我们的本性 把妄想的真实体给它破坏掉 这个时候你整个生死就没有根了 生死之花自然就枯萎了 其实生死本来就不真实 因为我们不断的顺从它 所以它就不断的相续下去 就叫生死相续 就是妄想相续 那么妄想它有个开关 你只要观察它 妄想无信 它是无自信的 它的本性是自信空的 妄想的力量就慢慢消失 生死也就慢慢消失掉 本经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它会不断的去重复 去找这个心在哪里 这个道理就是问它这个心 它的体性在哪里